平常如果你找圖片都只有找關鍵字對不對 可是你搭配這兩個比較容易找到什麼 比較容易找到有透明的 這樣子你要用在簡報裡面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會比較方便喔 那你點進去會連到我的部落格的文章在這裡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找什麼關鍵字 後面就加一個PNG或加一個SVG 直接接不用 所以就空一格要空一格關鍵字 直接直接要空一格 好那PNG呢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所謂的點證圖照片的那一種 也就是這樣比較有機會找到照片具備好的 好那如果你是SVG呢 是HTML5以後 網頁上標準的向量格式 標準的向量格式 所以你找這個呢 找到的一樣的關鍵字 但是你會發現兩個找到的是不太一樣 向量就好像我們一般看到那個 像Flash一樣有沒有 那種比較卡通式的動畫 那你看我們在這邊 當然這個不能跟你講說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找到機會會搞很多 好你看我點我要找圖片有沒有 我現在要找圖片 那以圖找圖的功能就是在這邊 它這裡有一個相機有沒有 這叫以圖找圖 就是你可以用拍的也可以上傳自己的照片 好你看我如果單純 你看像我現在直接找動 會找到一堆對不對 可是呢這個像這種的我們就比較難用 因為你貼進去簡報裡面就是怎樣 黑黑的衣服 就是它就是四四方方的嘛 好你看我這邊我把它打開了 假設你來這邊你可能套用一個這個所謂的範本 版面配置 沒有應該有一個範本範本在哪裡 好設計 OK我們就來個 這樣子的好了黑黑的 有沒有這樣黑黑的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說 你今天是在這裡這樣copy過去就不好 你看我空一個png 有沒有乾淨一點 好像有對不對 但是要再點進去看喔 點進去 好你稍等一下它下面這個會跑 像這裡就有可能這張不是 好有沒有旁邊還是這樣子 我找一張有的 誒都剛好沒有喔 正常來講如果你要找到有透明的 它後面格子會這樣一格一格的齁 我拿這邊給你們看 誒這裡 我看一下 誒這邊的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我這邊是看 本來這個應該是一格一格的齁 就這樣好像賽車格那樣子齁 好 所以如果不確定也沒關係啦 我直接複製一下齁 理論上平常不建議各位直接用複製的齁 你可以拿過來 你看我拿來這邊貼上 不能看看錯位置齁 看頭 有沒有發現去背好的 有沒有那個白色的底 這樣不是很好用嗎 對吧 但是要注意一下平常不能這樣用 所以平常不能這樣是不能直接複製就貼過來 這個只在微軟有用 微軟的Office才有這種優惠 因為它對自家人特別好 你如果是拿到一般的影像處理軟體 比如說像Photoshop Photop Photocab 它就管你的 它會自動把透明的資訊 就這樣忽略掉 我們微軟的Windows剪貼部齁 有一個很討厭的 你在這樣直接複製的時候 它會把那個資訊 忽略掉 所以平常我都是按右鍵 另存影像 存下來之後我再拿去用 這樣那個透明資訊才會留著 但是Office系列就 直接複製就好 就直接複製就好 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看一樣的關鍵字 可是我搭上什麼 我們用SVG 你來看看到底結果差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狗狗出來不一樣 比較卡通的對不對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平常在做簡報也好 在做網頁也好 影像處理 有沒有都區配好 不是很方便嗎 這樣拿來用也很好啊 就比較不需要說 你還要在學什麼影像處理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我們找圖片的時候 可能大家可以需要知道的一個小技巧 可以知道的 好 OK